第1763集 不 你不知道 你只是无忧无力地生活着 你在学校用着高档的化妆品 开着跑车 拎着名贵的包包 这都是我用这些换来的 冯紫棋喝道 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 你知道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吗 可是 这一切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冯薇薇站起来 她的脸色渐渐地变了 她冷冷地说 我的要求并不高 真的 我只求一家人 呱呱落落地在一起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要求 你凭什么认为 你给我的东西 就一定是我想要的 风薇薇冷冷地说 你又凭什么认为 你给了我好的生活质量 我就能开心 我只能给你这些 因为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地去关心你 冯紫棋闭上了眼睛 她喃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那样的生活 你不想要是吗 那么恭喜你 你很快就能逃脱那样的生活了 因为冯氏集团就要倒了 我就要破产了 我不仅要破产 我还有可能会背上巨额的债务 我们将会变得一无所有 你以后只能靠着自己去生活了 冯紫棋失魂落魄地走到了家里 她走到了客厅 坐倒在了豪华的沙发上 她无力地靠在沙发上 看着这幢豪华的别墅 她不由得笑了 哼 这里的别墅是京城最贵的别墅啊 一平的价格普通人三年的工资都赚不下来 但是当时她豪气地买了下来 可惜啊 这豪华的别墅 很快就不是她的了 她知道自己以后将要面对什么 牢狱之灾 那是因为她欠下的巨额债务 极有可能她这一辈子都无法从里面出来了 她缓缓地靠在了沙发上 闭上了眼睛 她要享受一下 在这别墅里面最后的时光 御风还是在那密室里面观着 她还是在用小石子 推算着奇门八卦 她越是推演 她就越是感觉到这里面另有一番天地 古人运用五行八卦 可以欲知祸福 趋吉避凶 但是她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她只能一边推演着 一边感叹着古人的智慧 可就在她进行着最难处的时候 门一推 花月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喊道 玉峰 别打扰我 玉峰沉声喝道 不要打乱我的思路 现在哪怕是外面爆炸了 也无法把玉峰从那个境界中给拉出来 因为她刚刚触碰了一处玄妙的地方 这处玄妙的地方 能让她感觉到这个世界之外的天地 这是机缘 所以她现在的状态 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她小心翼翼地推演着自己的八卦 根本就无视花月的存在 玉峰 花月简直要无语了 现在是紧急时刻好不好 但是她也清楚玉峰的性格 她一旦进入了某种状态 那就算是八匹马 也休想把她从这种状态中给拉回来 所以她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 她只能等着玉峰自己 从那种状态中恢复过来 推演了良久 玉峰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看着自己眼前的成果 她满意地点点头 好 好 这样才对 我总算是明白了 我终于是明白了 她把手中的小石子一丢 然后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 直到现在 她才发现了身边的花月 她用一副诧异的语气问道 花月 你怎么在这里 我已经来了半个小时了 花月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你刚才太投入了 以至于我在这里说的话 你根本就听不到 哦 是吗 我刚才进入了一个玄妙的境界里 这个境界很神奇 所以我沉迷其中 不能自拔 不过现在好了 我清醒了 怎么了 有事你说吧 哦 这次没带酒来啊 走 我们离开这里 花月一把抓住玉峰的手 就要把她从这里面带出去 走 我为什么要走 玉峰甩开了花月 她笑道 哈哈哈哈 我突然发现我喜欢上这个地方了 在这里没有人吵我 也没有世俗的药物 我在这里能安安静静地玩我的八卦 我为什么要走呢 难得的清静几天呢 哈哈哈哈 听着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花月回头道 你不走 疯自己可能会杀了你 你是为了让我投降 所以故意这样说的吧 对吧 玉峰盯着花月 她突然笑了 她一边笑一边摇头道 哈哈哈哈 抱歉 花月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跟你不是一路人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情分可言 所以你走吧 你也不用再白费力气了 我说你这个人 你怎么这样 花月有些无语了 她喝的 我现在好不容易才把所有的人都搞定 为的就是救你出去 可是你一句不走就完事了 你有没有把我当成兄弟 以前有 但是现在没有 玉峰巍巍的摇摇头 因为你不配 你走吧 我要在这里继续推荐我的武情 是不是给你脸 你不要脸 花月怒了 她为了救玉峰出去 可是真的费了不少的力气 如果不是趁着冯紫棋现在自身难保 如果不是趁着她便捷的事情还没有传开 她还真的没有一点办法来这里 但是她费了这么大的力气 就是为了听这家伙的一句 我不走吗 你花大少是高高在上的人物 现在我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 玉峰淡淡的说 所以你不用在这里用这副威胁的语气对我说话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相信我的话呢 花月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说吧 是不是冯紫棋快倒了 玉峰说着 又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圈 她要继续着下一轮的推演 好吧 冯紫棋现在是要倒了 外面的那些传言 你应该都听到了吧 花月无奈地说 哦 所以你就变结了 玉峰笑了笑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三姓家奴 你现在怎么骂我都行 花月无奈地说 但是玉峰 你真的要离开这里 因为现在冯紫棋疯了 她的公司快完了 一系列负面新闻 以及市面上神秘出现的操盘手 狙击她的骨架 现在她是烦了呀 你要知道 人在完蛋的时候 是最疯狂最不顾一切的 现在她就是疯了 她现在不顾一切 她有可能会把她身边的人杀光 你懂吗 我懂 玉峰悠悠地说 但我的生死跟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吧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玉峰 我求求你了 花月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你看在我们之前一起共事的份上 你就救我这一次吧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叶总回来的一定会霸了我的皮的 哦 这么说 你还肯定我们的叶总现在还活着了 之前是谁说的呢 是谁说我们的叶总一定死在外面了 以前 以前是我魂 这点我承认 花月叹了一口气 我现在 我只求你再帮我一次 就这一次 看在我们兄弟以往的份上 好吗 我帮不了你 花月 你不是小孩子 你应该知道 做错事情 就一定要接受惩罚 之前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应该考虑清楚 这样做有什么后果 可是 可惜的是你没有考虑后果 现在谁也帮不了你 生死有命 看你自己的命 到底好不好 玉峰拍了拍花月的肩膀 然后他走了出去 只留下花月一个人 呆呆地跪在那里 轰隆 又是一条水花 从那七四的水中翻起 这一次叶浩轩出来的时候 显得更加的精神奕奕了 他又找了一套衣服 给自己穿上 然后弄了点吃的 接着 就看着七杀星所在的位置 每一次和七杀撕完 叶浩轩的身上就赤条条的 他受的伤很重 而且他的衣服 是在这见光的对红中被撕裂的 如果不是因为他戴的空间 手镯里面的衣服够多 叶浩轩真的是不知道 自己怎么办才好 即使是这个地方 没有一个人 但是他总觉得 暴露自己的身体 那是一件极其不雅的事情 躺在岸边 叶浩轩苦苦地思索了起来 刚才的七杀君 七情上头喜怒无常 本来是谈得好好的 再差一点 他就要成功了 但是可惜的是 他还是功亏一篑了 这最后的关头 七杀突然放出了剑气 直接把叶浩轩给扫了出去 和七杀这种凶兴斗 就要有着不怕死 不怕痛的精神的 虽然这个地方的七色潭水 又修复身体的功能 但是每一次被七杀伤了之后 还是蛮痛的 尤其是七杀 冷不防的来那一下 那更是让叶浩轩咬牙切齿的 那孙子 下手真的是太重了 怎么样 感觉还好吧 灵儿缓缓地躺在了叶浩轩的身边 还好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虽然打不死我 但是那家伙打在人的身上 也是挺痛的呀 如果不是有着潭水 我恐怕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所以说这是你的机缘啊 你要知道 真正的强者 不是闭门自修出来的 而是要不断地去战斗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经验 只有那样的强者 才算是真正的强者 好吧 我懂 刚才七杀献身 这应该是他的破绽了吧 是他的破绽 真正的神 是和时空永存的 是不会在凡人的根前显出真身的 但是七杀在你的根前显出了真身 那就代表 他的心力被消耗得差不多了 只要你再努力几次 就一定能打败他 我怎么感觉 刚才的七杀星君 有些怨气满满的样子 叶浩轩有些疑惑地说 每一个神之都有着无数的分身 当年那位大能把十四主星封在这的时候 那些主星自然是不愿意的 等于说 他们是被强迫的 所以时间久了 自然有怨气 还好 只是七杀一个人有怨气 如果是十四主星同时有意识 那就算是再厉害的强者 也不可能突破这里的关卡出去的 我感觉 我似乎是肉盾一般的及时感 叶浩轩苦笑了一声 唉 没办法了 七杀实在是太强了 他边说边摇头 还好只是他一位 是的 单就是一个七杀 就够叶浩轩喝一壶的了 虽然对方只是一位星君的分身 每一颗星辰都有着千千万万的分身 他的本体还不知道在哪里 而且这个分身还是被封印在这里 不知道多少年 心里被削弱的情况下 但是 他的每一记杀招 都几乎能要了叶浩轩的老命了 还好这一潭圣水有着修复人体损伤的能力 哪怕是把人给打得支离破碎的 只要是往这圣坛里面移放 不到一个小时 受伤的人都会变得生龙活虎的 叶浩轩实在是不知道 如果十四主星在这全胜的时期 该会是怎样的 他也不敢想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他就直接在这里面等死就算了 你没觉得你每一记攻击之后 实力都会有所提升吗 灵儿问道 有 当然有 但是效果不是太明显 叶浩轩想了想到 我听到的那种事情 就算了想到 我可以帮我 帮我把你帮你帮忙